我是赵少康 欢迎来到赵少康 视频现场台北股市 现在上涨61点 刚刚曾经跳空涨100点 台股昨天跌了63点 现在涨90点 美股涨 道琼涨161点 涨0.56个百分点 NASDAQ涨0.67个百分点 S&P500涨0.49个百分点 费城半导体涨0.02个百分点 欧股三大指数也都涨 德国涨比较多 涨0.7个百分点 英国法国小涨 天气 今天已经1月9号了 使用过得非常快 今天1月9号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天气凉 清晨在新竹苗栗附近山区 有11度 11度的温度 明天10号 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会回升一点 烟海空旷地区 荣有8到9级的强震风 明天中南部地区 荣有局部物或低云 会影响能见度 今天北北季 温度15到23度 降雨期率0到10 陶柱15到23度 中章头14到25度 云嘉南是15到25度 高平17到27度 降雨期都是0 伊兰15到23度 降雨期率10 花莲17到24度 降雨期率20 台东18到25度 降雨期率10% 外岛12到18度 降雨期率0 所以今天看起来 在西半部地区 是一样了 东西部都一样了 高温最低是北部的23度 南部到了27度 还好吧 不像他们原来讲那么冷吧 因为到了中午的时候 都23度了 23 23度 比原来上个礼拜预期的好了 美意冲突 忧虑 暂时减缓 国际油价急错 川普犹豫 暗示犹豫 缓和跟伊朗的紧张情势 原油价格 文声下跌 纽约市场原油 期货价格重挫 5% 跌很多 纽约商品教育所 美国市场基准商品 西德州 终极原油 期货价格 在川普发表谈话前 就开始下跌 川普表示 伊朗似乎有所退让 暗示美方愿意 缓和情势以后 价格更跌破 每桶60美元 中厂收在59.6亿 下跌3.09美元 跌幅4.93% 伦敦北海 Brent 布鲁伦特原油的 期货价格大跌 2.83美元 或4.15% 收在65.44美元 伦敦的油 一向被美国的德州油贵 贵的原因 我知道你要在海上 所谓的offshore drilling 要去挖油是很困难的 很贵的 就是你要在海上 要架这些设备 贵 我那时候在美国公司服务 有一次他们要派我 去看海上油田 就去不了 因为天候不好 很可惜了 天候不好 不能飞到海上的 砖景去看 但是基本上就是 很花钱 那是不是品质会比较好 一个它成本就高 第二个 也许品质好一点 所以它比较贵 川普说 他占没有动物的意愿 伊朗昨天对美军 驻扎伊拉克基地 发射飞弹 没有伤亡 这是美国说没有伤亡 说没有一个人伤亡 伊朗说有伤亡 80个人 伊朗说 这是为上星期 遭到美国击杀的将领 苏雷曼尼报仇 伊朗以前都是用代理人 比如叶门 什么其他人 没有自己出来 这是伊朗自己站到第一线 先前放狠话的 美国中的川普 为自己绕台阶 所以伊朗态度 好像软化了 双方都无意开战 所以中东的局势 稍见缓和 美国击杀 苏雷曼尼 把已经恶化了 美国伊朗关系 带到战争边缘 伊朗誓言报复 川普放狠话 说伊朗如果是纯动 美国会给它 超过比例原则的缓击 不过在伊朗发射飞弹以后 川普反应很阿Q 他表示没有美军受伤 还宣称伊朗似乎让步 最对大家都好 川普说美国有强大的军事 跟经济力量 是对敌人最好的吓阻 不过军力强大 不表示要实用 这是川普讲的 伊朗最高领袖 哈米尼 用给美国人一巴掌 来形容伊朗的飞弹攻击 呼吁中东国家把美国人赶走 赶出去 伊朗两枚飞弹 落在伊拉克首都 戒备最森严的绿区 美国大使馆也在区域里面 川普没有再提出军事威胁 透露他先前的放话 只是在唬人 不过他宣布 要对伊朗实施 进一步经济的制裁 还呼吁伊朗核协定的 其他共同签署国 都退出协定 这边谈话 展现他一贯 自相矛盾的风格 虽然目前可以确定 双方都没有进一步 升高情势的意愿 但是大家担心的 美意战争应该不至于发生 但是也看不到 能够和平解决的曙光 什么意思 你又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就是说 昨天第一个消息来说 伊朗发飞弹 想说要打起来 要打起来 说这是缓和的迹象 你怎么解释 为什么发飞弹 反而是缓和呢 到底是 是怎么个解读 就是说 第一个伊朗站到第一线 就表示呢 他 他没有用代理人 就表示他自己愿意 他自己愿意 面对这样的问题 这好事 这是一种解释 另外呢 就是 他发的15枚飞弹 似乎呢 还蛮节制的 然后另外呢 伊朗的外长 他说 他说呢 伊朗合乎比例原则的 自卫行动 已告一个段落 关销已经告诉我 就是这样了 我已经报复了 但是有限度的报复 我们不会求战 但是我们会抵御任何的侵略 这是伊朗外长讲的 所以媒体说 他这叫最弱的复仇的剧本 最弱的 那但是也透露了讯息了 第一个就是伊朗有能力攻击 美国在伊拉克 或是中东的目标 第二个呢 伊朗呢 并没有要进一步升高紧张 第二个就是我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没有要 所以呢 第一个我出来 我告诉你我可以打到 第二个呢 也就是这样 所以国际认为说会缓和 川普也不想真的打 那伊朗呢 也知道自己也打不过美国 就是有限度了 大家都节制 那当然了 就是说 川普他主要 反正美国总统呢 每次到国内他要选举了 或是他执政发生问题 就找个外国来打一打 很便宜嘛 反正有那么多军人 有那么多武器 那么多飞弹 不打不白不打嘛 打完了以后呢 他国内身份就升高 对手也不敢骂他 你看这次包括 包括民主党也不敢骂 说你不应该去打伊朗 都不敢骂他 这都只是你不要滥杀无辜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 但是也不敢批评太严重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外务嘛 就像说 蔡英文要通过那个反渗透法 国民党的反应也很弱 也不敢 中南部立委尤其不敢 不敢站出来 你看那天去抗议就十几个立委 就是北部这些 什么赖斯堡 曾明忠 废宏泰 这些这些人 那中南部有没有出来 没有 为什么 他们也担心 都被戴帽子 你有什么反对 反渗透法 你匪谍吗 你中共吗 你北京代理人吗 所以遇到这种事情 对外面的这种所谓 外伍 外敌 内部他就会团结 所以川普就 打你伊朗打一下 你们都最近还 还搞那个什么弹劾案 什么一堆 我就打一下这样子 你们都不敢讲话 所以呢 你有执政是有很多优势在手上的 发动战争也是一种优势 虽然大家不喜欢战争 但对美国战的强务 他打人家 人家怎么打他呢 教训人家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苏雷曼尼案 其实美国以前不是没有机会 把苏雷曼拘杀 但是都不做 包括这个前两任总统 其实都不做 意思就是怕 我杀了你以后呢 其实是他没有用的 为什么 一定有新的出来 就像你台湾的帮派老大 你把他抓以后 他新的就出来了 有时候更糟 更难控制 不会因此他就没有了 所以恐怖分子 因为你杀了一个头 下面就断了 哪有这种事情 黑道你杀了一个头 下面就断了 不会有这种事情 好吧 乌克兰航空 在伊朗坠机 昨天我一看 我是不是被打下来啊 说应该不会吧 打个客机干嘛 那他们自己赶快发新闻 说是呢 发动机起火 引擎起火 发动机怎么会起火呢 奇怪 飞机的发动机 照理讲都是很好 很好 这是新的才三年半的飞机 到底怎么回事 奇怪 我们续续续续续续续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 是你现在的 不是上涨一二三点 讲这个乌克兰航空 在伊朗坠机 这个飞机 就准备宣传出来 是波音737 我想说 又737 现在那个MAX 不是已经掉两架了吗 到底什么型号 一时之间还查不到 现在看到的是737 800 不是MAX 不是MAX 很怪啊 这个飞机 机灵才三年了 新的 很多飞机都开 20年还在开啊 你看很多那个 台湾那些航空公司 你仔细看一些飞机 好老了 里面里面好破旧 而且6号才刚检修 失事时候也没有发 求救信号 这很奇怪 好像很正常 上去两分钟就下来了 6点12分起飞 6点14分就失联了 最积的地方 离机场只有10公里 这么近 飞起来就下来了 其实 那怎么回事 一部发 这个发动机起火 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啊 一部还是可以降啊 一个飞机不是 只有一部引擎 不是单引擎 一部飞机 起码有两个引擎 有的还有四个引擎 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我们知道 飞机最危险 就是起飞跟降落的时候 每次我飞机 起飞一旦平稳 就感谢上帝 下降 安全 所以现在比较少了 以前 就在欧洲 如果下降 全机人都会鼓掌 鼓掌表示平安 降落 所以以前坐飞机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不过现在当然 飞机越做越好 所以呢 为什么平安降落 只要鼓掌 整个飞机都要鼓掌 你先开始 我还说 怎么干嘛鼓掌 平安降落 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我是觉得 一具发动机起火 驾驶就没有办法控制飞机 很奇怪 不过他们现在又说了 他们原来说 不是红炸 不是飞弹 现在又说 下定了还太早 所以到底怎么样 真的不知道 到底怎么样 现在搞不清楚 武汉那个肺炎说 台湾发现两个通报个案 怎么也来了 大家都去武汉吗 奇怪 武汉有那么多人去吗 怎么香港人去 新加坡人去 台湾人也去 大陆武汉 不明原因 病毒性肺炎呢 持续出现 目前累积59例 卫福部 机关署 昨天公布 台湾发现 两名复合 叫做 中国武汉旅游史 发烧肺炎病例 通报个案 现在加速 要把它列为 法定传染病 未来呢 有疑似病患呢 经过通报 就可以强制隔离 另外南韩 也出现首例 疑似病例 所以看起来有在扩散 那只是 他到现在告诉我们 人不会传染 我真的还是不紧 那人不传染 他怎么传染的 他被个鸡传染嘛 还是被个鸭传染 到底还是被个鱼传染 因为那是 最早是从海鲜市场 发出来 那怎么传染 奇怪 人跟人接触最多 那人跟人 不会传染 那人跟什么传染 那这些人 新加坡的 香港的 台湾的 南韩的 都跑那海鲜市场 不太可能吧 什么个海鲜市场 那么伟大 好像不太 好像不应该吧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可能还没搞清楚 我觉得还不是完全清楚 现在病 很多怪病 可能很多突变等等 一来 一时间大家都还没搞清楚 不过人很聪明 就是说 尤其这些 这些科学家 很快应该就会找到原因 我们希望 这个肺炎 不知道一般打 那个肺炎年球菌疫苗 有没有用 因为他不明原因 所以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现在 王永庆 以前有捐 那个肺炎年球菌疫苗了 好像是23架 那你现在自费是13架 大概打 大概6千多块吧 我印象里 鼓励还是打的 他大概 我记得好像到一个年龄 公家有打了 不过那好像是23架 不是13架 23架的问题是说 他的期限比较短 可能几年以后就没效了 那13架那个期限会比较长 最后两个都打了 隔一阵子两个其实都可以打 我是两个都打 我是两个都打 一个是自费的 一个是公费的 今年可能又是暖冬 本来说今天冷啊冷啊 好像也不冷了 那水果他们现在担心凤梨会集中盛产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集中盛产 就是呢 以前春天进入夏天 慢慢进入 不是一下就来 炸暖缓寒 一下暖一下冷 一下暖一下冷 所以凤梨就会照天气逐渐 比如你北部一定先 南部先暖嘛 比较暖 然后一步一步 所以呢 凤梨也是一样 屏东先成熟 再到台南 再到嘉义 你没看过凤梨园 那凤梨的叶子好刺刺的 很尖尖长长的 如果你一下同时暖了 惨了 它就同时熟了 这下果件伤浓了 为什么 一下子产量很大 东西多了 供过于求就叠价 以前是因为分批 屏东先出来先卖 然后再来高雄 台南嘉义 一路往上走 那你现在惨了 这东西因为很多 甘蔗也是这样种的 甘蔗种的时候 因为甘蔗它不需要考虑 你收成的能力 尤其特别是农业 台湾第一个使用 农业机械是台糖 因为它够大 甘蔗田够大 所以它可以用农业机械 来收割 一般小农以前 人力那么便宜 谁用什么机械来收割 不可能 所以先从台湾的农业机械史 是最早使用农业机械 是台糖 就是收购甘蔗 我们续续绕回来 中广新闻网 新闻报突然传了一个讯息 到我手机上 武汉肺炎是什么 WHO说是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 那怎样 有没有药质 能不能预防 会不会传染 那是接下来的问题 刚提到了 就是说凤梨今年恐怕会集中胜产 那产了 所以以前是凤梨三月开始 四五月高峰 七月 那个时候就大概产了75%了 我刚讲浙糖一样 糖很奇怪 这甘蔗 你看过浙糖的甘蔗 跟我们平常看的黑皮不一样 那是青皮甘蔗 细细的 甜 小时候就跑到台南 那个浙糖给他偷拔 偷拔 偷拔 就这样啃 你牙齿 好甜 听说那是违法的 Anyway 你偷拔甘蔗 就违法 小孩嘛 小学的时候 就后来长大才知道 就甘蔗这东西呢 到了该收成的时候 你不收成 就在田里 多一天糖分就减少 自然减少 那你不惨 我当时在糖分最高的时候 来收成嘛 来炸糖嘛 那糖厂你看过没有 糖厂那个炸糖机器 就像钢铁厂一样 就炸 钢铁厂是把钢 把钢啊 把它这个慢慢慢慢压平 糖厂就是把糖 慢慢慢慢挤出来 那个糖水浮湿也蛮高的 所以那个机器啊 对任华 对它轴承 而且齿轮向的那个力量 非常大的 我看过很多糖厂 我看过夏宇月的糖厂 看过德州的糖厂 看过菲律宾的糖厂 看过泰国的糖厂 等等 都比台湾大很多了 台湾的规模成很小的 因为台湾一年 它就三四个月 菲律宾十一个月 泰国十一二个月 中年热天了 但是糖还是台湾 以前很重要的经济作物 所以基本上在种甘蔗的时候 一定是按照我收成 我能够收多少 我就种多少 比如我一天能够收成 比如说这个 随便举例了 比如说一百公顿的甘蔗 我就种这么多 那开始收的时候 从这边开始收 这边收完在明天种的 后天种的 一天一天收 就是它寒糖量最高的时候 如果那个气候突然一天爆热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 那个本来我的计划了 它现在凤梨就是这样 凤梨是因为根的区域 最热的地方开始 其实你要 很多人到日本看樱花 樱花也是一样 如果突然那个天气暖了 就会打乱它这个花絮 所以气候的变化 对这个农产品影响 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农民也没办法 农民能怎样呢 而且你事实上 你根本预 到现在你都不知道 今年会是怎样 你现在确定一定怎样吗 很难讲 看起来是暖冬 但是是不是一定 就像不久之前很冷 大家说好 今天冷了 对作物好 但是就有农民讲 很难讲 你看都不敢讲 你上个礼拜 预测这个礼拜 这两天说很冷 我看也还好 也没冷到那个地步 我说今天非常冷 又下雨 就也没有 也没有下雨 看天气还算是 还算是好 还算是晴 因为原来我等了十点半 我要到废宏太那边 要陪他去扫街 那因为 有几个立委 当时选议员 就是我提名的 一路 一路这样 一路走来 表情都不错 现在选情很紧张 所以说 陪他去扫个街 我说好吧 但是我答应以后 上个礼拜 我就看气象预报 说今天很不好 又下雨 我想这麻烦 下个雨 扫什么街 天气又放晴了 所以你这个气候 我下礼拜的天气 我这个礼拜预报 都不减得准 那你怎么预测 这一年会怎样 现在变化费 太大了 所以你叫农民 他要因应 他怎么因应 这蛮困难的 好 今天晚上 韩国瑜在凯道 要举行群众道会 到五点到九点 原来是说六点到十点 最早他们说六点到十点 所以我TBS节目 原来就是十点到十二点 这个做现场 做live 要看他们活动 要看他们活动 所以 那后来又通知说 今天绍康战警 是九点到十一点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 他们提前一个钟头 那他们邀请我去站台 我说好 也是有考虑了 然后呢 本来跟我讲说 叫我七点到 然后讲个 讲个几分钟的话 不会太长 因为人很多了 十五个县市长 什么一堆人都去了 你主角是韩国瑜 他只要讲九一点 后来又 昨天前天又通知说 叫我六点到 大概六点十五讲 为什么呢 他们整个往前提一个钟头 是不是他担心 如果太晚的话 当然他们回去不方便 或是人太多了 所以干脆就是 五点就开始了 那会有多少人 不知道 那韩国瑜说呢 他不敢讲 一定会有百万 但是呢 一定很多庶民会来 百万是不容易的 假定说 我们说七百万票当选 等七个人 就一个人要到现场来 还是用台湾各地 你光台北跟台北 大概200多万张选票 新北300多万 加起来不到600 大概500多万 那如果说用七成投票率 300多万 300多万里面 也不会都投你啊 只能说一半一半好了 一半一半 或是我们就最保守的估计 也许韩国也会多一点 因为在北台湾 那就用一半一半的话呢 你大概100多万 170万 如果350 这样讲好了 如果加起来500万 五七三十五 350万张选票 你拿一半175万张 你拿200万好了嘛 100万都要到这里来 这不容易 因为很多人有事啊 比如他可能开车啦 他可能摆摊啦 夜市啦 他可能各种 妈妈要照顾小孩啦 等等等等 这个是不容易的 而且那个地方 可能也没那么大了 我怎么容纳 真的来100万的时候 你还很头痛 为什么 你要放多少音响 我看不到你 我听到你讲话 或是你要那个 大的那个荧幕 有没有 那个很花钱的 你知道吗 那个很花钱的 你不要别人音响很便宜 我选举的时候 每一场之前 会音响说几十万啊 租的要几十万啊 还不是买啊 那就是很 因为你要布很线 很长嘛 几十万人在的时候 你要大家都听到 谈何容易 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回到赵绍康 是你的现场 贝股市上涨122点 今天股市很强势 刚刚说 韩国瑜今天 要在凯大格兰大道造势 那明天回高雄 蔡英文明天晚上有四场 明天从傍晚开始有四场 很厉害 那么一路来 蔡英文今天在基隆宜兰 基隆宜兰 因为现在基隆 基隆的市长是民进党籍 宜兰现在就是国民党籍 蔡英文去跑很勤的 跑很勤 好像他们跟我讲 有一个地方 去了十次 跟我们不会赢的 那个区是民进党 绝对不会赢的 他已经去十次 我听了一个候选人跟我讲 有一个区 去十次 但是还是不会赢 就那个新店 新店朋友讲说 新店蔡英文 昨天吧 陪有人去扫街的 他说他已经去了十次 新店民进党怎么会赢 现在民进党绝对不会赢的地方 但是呢 他还是去 跑得非常勤快 不过当然我在想选举 这种事也是这样 反正比如说 礼拜六选 我那时间干嘛 你说你选前时间干什么 你非要办活动不可 非要去游街 去握手 有没有用 不见得有用 不见得有用 我不是说没有用 也不见得一定有用 游个街 大家投给你的 那么厉害 我们24小时游酸 不可能24小游了 也不见得有用 但是呢 那你怎么办 你总是做些事啊 你是个候选人 对不对 你该做你都要做 该证件发布 你要资料发布 该邮件 你要邮件 该握手 该看市场 该各种活动 你都要去 中间可能有些有用 有些没有你不知道 有些你必须去 真的要去 不去也不行 所以呢 那个候选人到了最后 都很觉得赶快过吧 哎呀 已经很累了 你们搞了一年多了 从初选一路下来 搞很久了 一年差不多 就赶快结束吧 等等 我常常跟霍权先生 我说你要enjoy那个过程 你要以那个过程为乐 你一定要enjoy那个过程 你不能说 把那个过程视为痛苦 那就很辛苦 比如说你选议员 选议员那个选区 国民党是化责任区以前 那比如说这几个里是你的 你就得跑 金庚 那个是五层楼 一个楼梯一个楼梯爬 一家一家去拜托 如果你觉得痛苦就很痛苦 那你想说 刚好有这个机会来练练身体 也不错 你就比较快乐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练身体 那不是很好 你到市场就握手 你平常什么神经病 谁给你握 选举的时候 大家对你比较客气 你候选人 握就握 那你觉得很 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你要觉得是民主的可贵 真的是民主可贵 在这个时候 你要向选民诉求 你这样想 你那个心情一转变 你就豁然开朗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选举过程 是很好玩的 很有趣的 你平常人家不笑 那疯子 路上跟他随便握手 点头 激光哈腰 选举就不会 选举你是候选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这个布条一挂 然后什么都可以 大家知道 你是候选人就算了 对你比较客气 比较包容 很有趣 反正是当选以后 很辛苦 我从来不觉得 选举过程是辛苦的 我觉得选举很好玩的演讲 发表证件 下面那么多人听 多好 但当选以后 那是责任的开始了 那这是很辛苦 很辛苦的 你要做好一个 议员也好 立委也好 是很辛苦的 你做下要能写 咨询稿 你要能写 站起来能讲 一场你要打 你还能打 各种选民服务 疑难杂症 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都有 对 你这政府要很深入 他各个部门的施政 都要很了解的 那是不容易的 要做好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当选会反而辛苦 你说他们当那个市长 什么很舒服 也很苦的 也很苦的 每次到了那个什么 风灾台风什么 你看一大早 就要跑去视察果菜市场 下雨 要跟他一样淹在水里 你总不能够穿个皮鞋吧 要穿个雨鞋在水里 那都是 真的是要好好做 是很辛苦的 所以这我就不解了 这么辛苦 这么贡献 什么 有些还有什么买票 会选 这奇怪了 怎么还要去买票呢 怎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选呢 那是干嘛 你说把他捞回来 捞回来你有风险了 你被抓到的时候 你很惨了 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像这种大规模 总统这样的选举 大家会选很少 你买几个人没用 越小规模的选举 那个会选才越有用 因为一票都很值钱 搞那么大的时候 全国的时候 你会什么选 有什么好会的 好 那么明天晚上 他们在高雄 蓝绿都有厂 都有厂 当然蔡英文是现任总统 她有行政优势 她交通会比较方便 比如你坐飞机 也快 空军一号 他们说她不坐飞机 就算车子也有交管 好像是总统 我就快 否则的话 一般人怎么可能 跑市场 怎么可能跑市场 不可能的事情 那个交通一定要到 韩国瑜说 民进党像匈奴 他怎么会想像匈奴 捞完就走人 匈奴 我很早以前讲 我说民进党像流寇 得执政以后 进京以后 烧杀奴略抢 通通来 休息一下 就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现在 特别是现在涨 一二三点 韩国瑜酸 说蔡英文是 网军总司令 第四军总司令 因为我们讲 陆海空三军 最早的时候 还不止陆海空 除了三军总司令 还有联寝 联寝有总司令的时候 然后有 宪明司令 不是总司令 是司令 总司令就是上将 司令就是中将 我记得蔡英文曾经讲过 将来要建立网军 是 在几年以前有讲过 因为网军是第四军 很重要了 网军现在打仗 美国劳共应该也都网军 我们应该有网军 不可能都没有了 但是呢 当韩国瑜说 你蔡英文是网军总司令 韩国瑜讲的网军 所以跟蔡英文讲的国军的网军 是不一样 他只是 消遣他 蔡英文就是 你不要开国军的玩笑 网军并不是开国军的玩笑 网军的确以后 在作战里面可能蛮重要的 怎么样去侵入别人 怎么样去 骚扰别人 怎么样去切断别人 怎么样去 在网上去攻击别人 比如说 当我入侵的电网的时候 你可能电就停掉 不需要飞弹炸你 飞弹炸多麻烦 网军这多容易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的话 就让你很多 很多公共设施都会瘫痪 这跟开国军玩笑 其实没什么关联吧 民进党会当选多少席 国民党预估它的部分区 有14到16席 那现在大家吹牛了 都要讲大一点 那就过半了 民进党是说区域立委 民进党可以掌握40席 有15个选区陷入胶着 区域立委如果有40席 不分区 他上次讲不到15席 他要辞 40下15席就55了 57就过半了 然后另外有15个区胶着 胶着不是说我都会输 有些地方我会赢 那不是民进党就过半了吗 国民党也过半 民进党也过半 那是怎样 那谁不过半了 你只有一个能够过半了 而且那个小党 你说柯文哲的台湾民进党 总有几席吧 说时代力量最近 也跟民进党在抢票 柯文哲说国民党选后 会重整会分裂 民进党里面的新潮流 跟非新潮流 还有新潮流的大太子 二太子也会做个了结 所以看起来 搞政治的人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你就观察搞政治的人 一般搞政治的人 第一个他会搞政治 第一个他的权力欲特别强 否则他不会搞政治 他的权力欲应该是强的 你权力欲也强 我权力欲也强 那就吵架了 而且你也固执 我也固执 搞政治的人都很固执的 都很固执己见 觉得只有我是对的 你们都错的 很难沟通 很难妥协 那这些人在一起 或在一起 那你说这冲不冲突 两个都会冲突的 换个几十个 对不对 上百个 几百个 所以为什么要有个 共同的目标 就在这个地方 好 我跟你个性不一样 我跟你 这个 看法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但那个目标 我们都要干什么 当那个目标 大家有个共同目标 就会比较好 就为了追求 这个共同的目标 一些目标 还没达到以前 通常大家都比较 比较能够容忍 一旦达到 那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这为什么 所谓政党 什么意思 就是为了一个 这个政党的理想 一群人结合在一起 就是政党 你要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是什么 当然讲的比较大 就为国为民 那共产党讲话 就为人民服务了 你找一个目标 那民进党 其实就是台湾独立了 你有个目标 柯文哲认为 这次选举 会有分裂投票 就总统政党 他一定要这样讲 他不这样讲的话 他民进党就没票了 因为他没总统候选人 但你没有总统候选人的话 那如果说 我今天去投总统某甲 那我的政党票 都给那个某甲的政党 那小党还有什么票 就没有了 一定会有分裂投票 所以分裂票就是说 你没有总统候选人 所以我只好 在这个总统候选人里面 挑一个 但是政党我就不一定了 那对于主要政党 他们现在都诉求 你不要分裂投票 像国民党 没有分裂投票 为什么他也怕 你如果总统 投给国民党候选人 然后政党票 投给其他的党 那国民党喜事就会少 他担心这一点了 那柯文哲这种人 就觉得说 当然要分裂投票 不分裂投票 我的票哪里来 那现在大家说 都在争那个手投组 第一次有选举的 手投组有110多万人 我昨天看了 110多万人 118 118万人 手投组 手投组会投谁 手投组 我认为民党会拿比较多的票 蔡英文会拿比较多的票 第一个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比较有 正义感 有理想性 比较有这个 他比较不顾现实 本来就是这样 年轻人就这样 那你民党喊出来 是比较漂亮 我要独立 我要互主权 我要反北京 这 年轻人听了 哇 这个雪 雪末喷张 觉得哇 虽然我算小 但是我有正义感 我算小 但是呢 我不怕你强权 等等 香港一样 你就看得出来 孙中山革命的时候一样 红卫兵一样 红卫兵不就是小鬼吗 就这样 给他一个理念 然后给他一个理由 然后他就 哇 这个热血沸腾 所以 基本上 我觉得他会支持民党比较多 但是 整体来说 除了我们看 整体的选民多了54万几年 比四年以前多54万 反而是 20到29岁跟30到39岁少了不少人 也少了大概60几万 这两个年龄可能少6几万 为什么 因为 小鬼越来越少 我看今天有一个新闻说 现在一年只出生17万了 我的天了 生这么少都不生了 18万我们都觉得少了 只生17万 最多时候生45万一年 45万一年 跟现在17万 你看差多少 所以将来逐年上来 老人又活得长 年轻人又不生 所以慢慢慢慢 你看那个选民的年龄结构就会大 这跟你整个社会的结构是一样的 这次选举会变成一个 我不能讲老年人 就是年轻人跟非年轻人的拔河 不知道 会不会变成这样 好吧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